戏剧类节目创新奖 入围得有 我仿泛 南方电影有限公司 探草文创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你会不会按下按钮 我愿意 洛斯本娱乐制作有限公司 有本市国际文创有限公司 中华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让我们来看看得奖的是 第58届金钟奖 戏剧类节目创新奖得奖的是 魔皇饭饭 恭喜 在制作一开始 即进行七种语言配音 使用好莱坞后制流程进行声音设计 陆立台剧制作格式与国际接轨 对推展国际戏剧商业市场 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请得奖的调整麦克风 模仿饭是一个超级大的工作团队 我们首先要谢谢公布梅庆老师 今天他的经纪人也特别从日本飞来台湾 小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概念 让我们的编剧团队 非常大的编绿团队揉搓建构之后 呈现在拍摄的过程 行销团队接手之后 我们其实动了很大的脑袋 要怎么让这个戏可以被更多的人理解 剪接团队 还有汉血 还有那个导演 宛如等等 我们其实 还有小谢 我们其实有把整个概念 如何跟台湾的整个在地接轨 做了很大的 很大的这个 运作这样子 谢谢 所以 我想这个片子可以得到这个超级奖 我想是我们整个大团队 在每个环节都愿意去挑战一个极高的高度 我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往这样的方向前进 好 谢谢大家 然后我想要特别谢谢一下行销团队 因为可能他们都是默默的 在行销很多环节 想了很多好的方法 好的点子 去行销一个好的作品这样 然后 可是他们通常都隐身在背后 不被人家知道这样 然后我特别要 真的要谢谢Nephes的行销团队 还有社群团队 Gary Ely 跟An 然后Joanne 然后还有PR团队 Vivian Ligi 跟Charlie 然后还有起始的PR团队 Tina姐 Alice Leo 还有我们汉草的可爱的伙伴们 真的谢谢你们 我觉得我们做了很多大胆的尝试 然后 有没有局限的去把我们的创意发挥 那我相信这个整个是一个团队的荣耀的成绩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